好,現在我們正在來設計庭院了 那,這個你可以開一個新的檔案 從上面這邊,有沒有,這裡可以開一個新的 你開一個新的之後呢,就把舊的這個可以關掉了 這樣我們在執行上會比較快一點 好,可以啊當然可以啊 這個軟體可以執行兩個三個都可以 可是你電腦跑不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左上角這裡,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零零 這就是我們原點的地方 還有一個指北針對不對 所以一般我們大部分會從這邊開始做 那,你要畫牆壁,要畫地板 就是從上面這邊,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牆壁,這就是地板 地板在那裡面稱作房間 但是實際上就是畫地板 所以,我們要一個草皮嘛 對不對,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繪製房間 你把它按一下 好,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如果軟體有這種提示 你們會幹什麼事情 按確定 橫一點的就把這裡勾起來 是嗎?這樣不要再說 但是這裡有小技巧好嗎 以後還是有用的齁 好,我先按確定 它是一個多邊形 所以你只要點一下滑鼠 點一下滑鼠就會跑出來 你看喔,我從大概這個地方 按一下滑鼠放開 有沒有,這樣一條線 好,假設我們家有十公尺 單位是公尺 預測是公尺 好,你就點一下放開 再移動,下面就有了 因為兩個點之後 三個點之後是一個面 好,那 蛤,點線面 還是你只想到點心面 對 好,那你在這邊呢 像我剛剛一樣,點一下 點一下放開 如果你是不規則形狀的也可以 好,你就點一下 好,你就點一下 點一下 那你在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我的好像會有點卡卡的 有沒有 我要移動一點 是不是比較 它好像磁鐵一樣會吸一下 如果你希望說 它不要那麼 吸附那麼快 你可以按住 鍵盤上的ALT 鍵盤上ALT 你有沒有發現 我在移動有沒有 比較平順一點 好,所以你如果按住ALT的話 你在移動的時候 就會比較 自由 好,那如果呢 假設我在這邊 這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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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完之後 這裡 是最後一個點的 你就滑鼠點兩下 咚咚 這樣就結束了 有沒有,下面一個平面就出來了 那出來之後呢 你要調整它 要移動它 要麻煩各位 一定要先回到箭頭喔 你如果還在這個 他就覺得你還要繼續畫 畫新的 所以你要回到這個箭頭的工具 回到箭頭工具 現在有一個地板 但是這個不是我要的 我這邊要草皮 所以你就來點兩下 咚咚 你來這邊 告訴它 這裡有個叫紋理 好,你來按一下 燈 它就問你說 阿你要哪一種的 有沒有,大理石的 還是哪一種 如果 你覺得 因為材質太多 不知道 你就來打一個草 有沒有草就出來了 點一下 看哪一種草 你比較喜歡 哪一種草 你覺得比較OK 假設要這個 我就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就有草皮了 這樣有簡單嗎 對不對 然後咧 你就可以開始 找看看 你看我們這個類別裡面 這個類別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戶外 你可以從裡面找找看 然後你要種樹 就把樹丟出來 這樣有沒有一顆的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再找看看 有些小時候 玩不過癮 盪鞦韆有沒有 那另外呢 這邊 小時候 沙坑玩不夠的 就把它丟進來 然後 還有羊傘 還有什麼 你看 這裡有其他的樹 對不對 還有 還有 這裡有什麼 這個 烤肉架 有沒有BBQ 拿出來 餐桌拿出來 有些人 還喜歡游泳食 好嗎 對不對 但是要注意一下 游泳食 你找這種的 是比較幼稚的嘛 對不對 小飛機在用的 你找這種的 裡面還有 還有其他游泳 這一種的 也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要找的 不是這一種的 是找 真正這一種的 有沒有 這個你就要留意一下 喔 不是大小的問題 是這個要挖地下室好嗎 好 這是要挖地下室的 等一下如果時間夠 我們告訴各位怎麼蓋 往上蓋 跟挖地下室 所以如果你現在 可以先暫時先不要用這個 齁就是那 這兩個都是要挖地下室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可以齁 所以有沒有簡單 有 有 那我可不可以蓋一個 那個 像那家庭院裡面有沒有那個 鋪石頭 鋪石頭那一種 有對不對 如果你要鋪石頭怎麼辦 一樣用這個就可以了喔 用地板 齁 就房間你把它按一下 一樣的 你看 假設我這邊 有一條步道這樣穿過去好了 齁 我就 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中間畫的過程 你先不管它齁 這樣 你就先 走一邊 走一邊 好 走過 走到這裡來 OK 我想到這裡就好了 好 我們就繼續 把那個寬度 拉出來 這裡 有沒有 你不要先 先不要管 本來那樣子 反正你就照你的這個 節點這樣就畫出來 有沒有一條路徑就出來了 好 畫完之後一樣 你可以按 鍵盤上最左上角 那個是什麼按鍵 鍵盤最左上角 ESCAPE 就是ESC 對 如果我這樣畫完我要離開了 對不對 按ESC 有沒有這樣就停了 好 一樣的 畫完要回到什麼 箭頭 你就來這邊點兩下 兜兜 你就告訴他 我現在不是要炒咯 我要什麼 石頭 你可以直接 加一個頭 喔 地板的大石頭 這樣看嗎 看你要多一塊 這一種的 還是這一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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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確定 確定 這樣有沒有一條 通道 這樣了解嗎 了解 來 那我就要還給你咯 我們來看看大家有沒有厲害咯 好 好